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遊戲叫做OZ Adventure OZ就是綠野仙宗的意思 然後你也可以打Dorothy's Adventures 就是陶樂斯嘛 就是裡面那個小女生的名字 好 帶我們來玩遊戲吧 右上角有那個 這裡有一些選項 然後你都不想要聲音 你覺得太浪費電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聲音關掉 然後第二個這個就是 可以把所有的記錄都消除 然後這個就是房子就是Home嘛 就可以回到剛剛那一頁這樣 好 那我們來遊戲喔 第一關 他說稻草人需要我們的幫忙 好 你有沒有看到 左邊這裡有一排用具對不對 想必這些用具就是要用在他身上的嘛 然後要怎麼弄呢 我們就來看看試試看 先點他看會不會有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的小箭頭出現 再一次 有沒有 你就是要把這個用具 用在那兩個小箭頭那邊 你就把它對準 對準一點他才會有反應 還有一個 你看他在幫他縫衣服了 有沒有 然後這裡有一個 就這樣以此類推耶 可以 可以 來 可以 我們去做這個用具 大小箱 說 我們要不想 就這樣 我們要把這個用具 我們要把這個用具 用具 來 好 我們要把這個用具 用具 用具 可以 好啦 完成了 就放冰炮 你看有兩顆星 然後你如果想要重 Retry就是再玩一次的話 你可以按這個 或是你可以直接到下一關 他每一關關卡都不一樣 然後你每過一關他就會送你 一個裝備 新的裝備 你看看這是什麼 就是小狗狗的裝備 陶樂士身邊不是有一隻小狗狗嗎 你看在這邊嗎 這有一盤 新的然後你就可以幫他穿上衣服 這樣 你可以幫他拍照 這裡有一個相機服 好了 要回去首頁繼續玩下一關 其實就是這樣 一關一關一關 然後用星星來計算 你的得分 你可以繼續玩下一關 每一關的關卡都會有點不一樣 就依照他的 需求他都會大概 跟你說要幹嘛 他說你要找這些東西 下面這裡不是有一排東西嗎 你要找到這些東西 去修理那個teamman 裡面有一個就是像 呃 就是像 機器人那個 那個 人 因為不能說他是人 好我們來找東西 對 這裡有咖啡 好啦 你看你找滿了嗎 就會十個 都會 你看你過了一關 他又有新裝備 你看你過了一關 然後你打就可以再去看 然後再把他換衣服 你看我們剛才不是要幫狗狗換衣服嗎 他就變了 好我們來看這裡 這裡也可以玩 他這個比較算是 額外的小遊戲 就是 假如你前面 的關卡 你看他這裡有三種嘛 你都可以任選 但是現在你只能玩第一種 為什麼 因為 呃 不不不不算這個 不算這個 壓在這裡 就是你前面 得到的星星越多 因為我們第三關沒有玩嘛 第四關也沒有玩 你前面得到的星星越多 他能玩的關卡就越多 那現在我們只玩兩關而已嘛 所以他就只有 第一關能讓你玩 沒關係我們就來 玩這個給你看 看這是什麼 然後 tap to chest the birds away 就是要你去點那個鳥啦 來 得到那個分數 開始囉 go 來了來了 啊 剛剛有一個炸彈有沒有看到 炸彈是不能點的喔 你如果點炸彈 他會把鳥全部炸飛 這樣你就沒有分數 因為你就是要靠點這個鳥來得分嘛 而且這鳥兩種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 有一種點出來 它是綠色的 一種點出來是藍色 有沒有 這是藍色 藍色分數比較高 啊 三顆星 恭喜吧台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下一關 大概就是這樣啦 它就是 每一關都越來越難的 確定要回去嗎 yes 你就把前面的關卡都破完 它就會讓你玩這其他另外兩種了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它就是很多關可以一直玩 然後這裡有一個像購物車的東西 就是它商店 你 可以花錢直接去買那些關卡 就不用去破 OK 好 這就是 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 Dorothy's Adventures 謝謝 喔最後要跟你們講就是 如果對這個遊戲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 遊戲速播內 影片的 右下角 有一個官方下載 你去點擊它 然後就可以下載這個遊戲 去玩 好嗎 謝謝 掰掰